這是豬排送味 老闆在廚房裡忙著出餐 店裡顧客情依色 以學生為主 也讓他發現了 小朋友間的通窗情依 小朋友他們的方式很可愛 或許他的同學會覺得說 沒關係 我沒有錢 你吃好了 那就透過這個隱約的聲音 他就告知說 沒有關係 晚上我媽媽還會再買 那個什麼東西給我吃 四個人只點三碗麵 全是因為其中一名同學 家境比較清寒 因此好同學們想出這個對策 促使深受感動的老闆 推出代用餐點 為了不影響小朋友自尊 而和周遭學校合作 以代用餐券作為獎勵 主要針對就是品性優良 然後給他們小朋友 當成是一個獎益 然後可以來我們這裡 免費使用一個餐券 同樣有著代用愛心餐的 還有這家小吃攤 竹面 切小菜 老闆娘三兩下俐落端上桌 一旁的登記本上 寫滿了各界代用餐券款 會有這樣的構想 全出自於二兒子顏維勳本意 顏維勳年輕時混過幫派 甚至陰暗入獄 但就在信奉神明後 決定對弱勢族群伸出援手 提供大用餐點也許只是略盡綿薄之力 但是能讓需要的對象好好飽餐一頓 更能讓人感受到社會溫暖 記者陳建安 謝偉 台北報導 總結束一旦